近日,据知名大V爆料,央视将禁止所有娘炮艺人上台表演,还透露,已录制的中秋晚会明星阵容已经调整,受邀的娘炮将完全消失,如目前超级流行的男团9%已不再在嘉宾名单中,可以看出,央视这次是真的动真格了。 男团9%央视在这个时间点上,做出这一举动,很可能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开学第一课,因邀请娘炮而遭到网友们纷纷吐槽,才会在中秋晚会上做出这个举动。 说实话,小编很是赞同央视的这一举措,央视动真格了,今后禁止娘炮艺人登台。 这几位小鲜肉均在黑名单看到中央电视台,在中秋晚会做出这决定,也许网友们已经猜到了几个,作为国家的媒体领袖,有必要遵循主旋律的语调,从健康和积极的社会效果来考虑。 所以禁止娘炮艺人是一个积极的正能量,陆寒帅哥当然是好,但是一味的化妆打扮成让人分不清是男是女,那就有诗帅哥这一称呼了。 这也难怪为什么很多家长在看完开学第一课,后会有如此大的反应,小学生的模仿能力是很强的。 如果经常让他们看到一些娘炮艺人,那么久而久之对小学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。 范城城日前,人民网就关注到这个问题,担心他们看娘炮看齐,学习他们的一言一行,走上女性化的道路,陷入庸俗的泥坛。 但如果中央电视台和全社会不及时停止以娘炮为美的步伐,只会使表演艺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继续激行。 央视动真格了,今后禁止娘炮一人登台。 这几位小鲜肉君在黑名单网友热评,央视动真格了,今后禁止娘炮一人登台。 这几位小鲜肉君在黑名单央视动真格了,今后禁止娘炮一人登台。 这几位小鲜肉君在黑名单打扮得帅气,是可以赢得女孩的青睐。 但不能加大宣传,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男儿应该有的血性。 吴京平指娘炮作为审美标准,让中国好男儿展现应有的血气方刚。 中央电视台的做法值得表扬,更值得你我的支持。 大家对央视这一举措怎么看呢?可以在评论留言一起探讨。